老花姨每日一答回答一下臭宝面的养化问题 第一个话说老花姨小番茄为什么上面长出来的叶子皱皱巴巴的 这就是缺钙 你要了解植物一般这个土里面最不缺的东西就是钙 其实难就难在哪呢 它怎么样吸收这个钙 你看下面的叶子就挺好到了上面就不行了 由于枝条过长的这个输出营养的过程就变长了 然后一般的钙它是属于那种惰性的 大家也都知道被氧化了以后就是氧化钙 跟二氧化碳在一起反映了以后就碳酸钙 就大家经常见到那种石头籽了 所以说它的一个流动性很差 植物吸收它就很费劲 那你就可以适当的时候用一些个 你比方说微量元素含量比较高的 是吧 喷啥喷啥叶面 给它好就稍微好一些啊 别的没啥 可以用一些个花朵朵23号这种高钙镁的 给它补充一下 或者是用反菲水调剂调剂 也适当的试点肥料 别的没什么大问题啊 这水很正常 他说老花叶今天浇水呢 看到脚底一提了就掉了 翻过来看叶子背面全是黄河色的小点点 这虫暖吗 我看了一下 怎么怎么 我看一下 哎呦是虫暖油 嘿 确实是虫暖 怎么预防呢 一般这种呢 用点阿维菌素就可以了 杀虫暖一酒阿维菌素 包括大家养宠物养狗养猫 这个去虫物店里边打这个充满剂这些个 基本上都是阿维菌素啊 不过它们性质不一样 你别乱用就行了啊 你别到时候买了这个农药的阿维菌素 给你家的狗子打上了 你把狗子给打走了啊 小心点就行了 了解一下阿维菌素 阿维菌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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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系列都行啊 请问这个黄金春雨是咋回事啊 呀 这黄金春雨 金倒是不金了 都黄倒是黄了啊 臭吧 因为花盆比较小啊 我看到的话 就是由于花盆比较小 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 就是由于那种缺水缺肥的一种感觉 别的没啥啊 别的没啥 你可以略微换一个 换一个盆 你该浇水的时候也要浇 就适当的给一点点光照 你像现在这种 就你看到这种柔和的闪色光 越多越好 但是强光的那个暴晒 尽量的就避免一下 干了以后也要浇水 干透了 您要浇透 好吧 该施肥的时候施肥 我看您这个倒是不缺肥吗 感觉是 就是有点那种缺光啊 缺水啊 别的没什么了 老花你好 请问杜鹃花花苞变成棕色正常吗 很正常啊 掐了就行了 开不了了 估计 因为这种都嘎了死了 你要了解什么呢 一个是杜鹃花 一个是茶花 他们喜欢特别温润 特别潮湿的那种感觉 你像咱们家里面一般都很难具备 一般你看有几个家庭里面 空气湿度在六七十以上的 很少吧 基本上到了五六十就已经顶天了 所以说呢空气湿度过干 然后呢这种花苞呢它就脱水 你的话说我多浇点水不就行了吗 多浇水只是根部很充裕 它供不到上面 就像咱们多喝水 只是说肚子里面不口渴 脸上该干的 还是干 好吧 所以说呢你就可以像做一个那种模拟的一个温室起来 然后呢看了一下第二张照片 确实是这么个事 好吧 确实是有点干燥 你可以晚上的时候套个塑料袋 不过已经干了 你可以稍微掐一掐 干透了呢就像干脆面一样 你直接掐下来就行了 如果没干透还能开 你可以找一个掐一掐 下一话说你好好想问一下 因为我过年大半个月羊台养的月季能推荐一下 没人照顾的这段时间怎么办吗 半个月月季没什么问题啊 你如果说实在不放心 你就嘎嘎嘎嘎 重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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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半个月应该没问题 如果说叶子太多这个就不好说 因为叶子太多 人又不在的话 可能会感染一些个虫子啊 包括自己的一个吸水能力啊 你像我们一盆花的话 你就临走之前 你感觉没时间照应它 你都可以嘎嘎嘎嘎修剪修剪 好吧 这个是最简单一个办法 还有一个呢就是 关于浇水这个问题 你可以找一个矿泉水瓶拿针 扎两个洞 让它滴答滴答的那种滴水 你这么拧那个矿泉水瓶的那盖 让它感觉 一秒钟有一两滴下来 可以维持一下 对吧 还有肥料在一块半个月不思肥 问题不大没什么事 好了别再没啥了 今天的每日一达就到这了 绝不错就点个赞啊 我老华一眼花最转一 下面再见不见不见 拜了